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昌阳继昌 先给大家介绍节目的安排 各位听众或观众 上一集说我们会休息 但发生了高铁以外 我们亦复活 跟江泽民一样 我们复活了 这两三个星期 国内对高铁事件有很多报道 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这件事 甚至后续影响 都可能带给香港人 香港也要建高铁 二来内地政局各方面的局势都很大影响 我们尝试继续透过国事同学会平台 希望跟大家跟进去报道 以及去探讨一下这件事 究竟是否会带来一些内地不同的改变 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持 一行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们尝试的 对 另外阿文 我们国事同学会的科学技术 顾问 上一次我们说 日本福岛核填厂 都请了阿文 因为她对这方面的学识和资料都非常丰富 另外我们今次第一次有 跟我的师妹介绍一下 阿Mandy 大家好 为什么叫她来呢 因为她是一位在内地来香港 读大学的一位学生 那时同学会有些同学 终于又有同学 我们很少有同学上来 但是我想有些事情就说 其实高调会衍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香港和大陆的相处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问题 那Mandy就肯定有了一些看法 因为她跟我说 她很认真回大陆 她来香港读书 不喜欢大陆 你一听到这件事 这个不知道叫做动车 还是高调 我就不去分这些东西了 那我们上星期一炒这件事 你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反应 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尤其是在抢救那方面 是 就是居然叫人不保持车 就挖肚子扔下去 然后第二天就通车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你看回历史上那些 有这些重大事故 通常大家都会保持 议员地在很多天 封锁现场 是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 他们对待生命的观点上 都是很轻率的 但是 我想问问Mandy 就是说我们在香港 无论透过报章的报道 或者我们自己是去 尝试去内地的网站 例如论坛 或者上微博 感受到 是真的讨论的气氛 是很刺激的 好像你的观点差不多 就是觉得 这件事是引发到 很大的民怨 但是另一方面 我接触了一些内地的朋友 他们觉得 今天才知道 这个是中国的邏輯 就是韩寒说的 这个世界有两种邏輯 一种是全世界的邏輯 另一种是中国的邏輯 中国是这样的 大家才知道 那种有比较麻木 或者是 没有我们想象中 就是那个民粉 在这么大的地步 以你来的理解 其实你在你的圈子里面 你觉得这件事 在哪一方面 会比较接近实情一点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更多的人 都是对这件事 有很大的民怨 就是不会说很麻木 因为我自己 有看国内的论坛 或者微博 就是大家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都是很生气 就是说 例如有个小女孩的那个 依依 大家就会表示 很尊敬那个警察 因为是他坚持 不违抗上级的命令 不去 就是坚持原地救 所以大家就很尊敬他 有些 例如有些 就是 有个死亡的 死了 找不到家人的那个 有些人就发微博 根本的死命名单上面 就是没有那个人的 就是说 你死了多少人 你都不口公布 就是大家就很生气 要找人出来问责 或者那个 就是那个局长 就是好像是被人格导职 但其实他是 就是名降实声的 这些大家就很生气 然后有些又说 什么 就是不可以被中国感 就是其实 好像大家都有感情 都是希望他好 你自己有没有微博 就是被人删了 在微博那方面 有点 是吗 他删了 那他屏障了些什么 我不是高铁这件事 是之前有点 是低一点 不是啊 真的 微博真是屏障我 不是 原本 大家在香港 都很喜欢恶搞 希特拉那个 什么元首分露料 香港以前 又恶搞地产版权 什么等等 但是大陆有个版本 也是恶搞的 很好笑 他说 就是一开始 希特拉说 喂 那些人报道 出了事 希特拉说 最重要的是 不要让香港人知道这件事 然后 那些官员说 不是啊 香港已经知道了 然后 又开吹眼镜 对啊 开吹眼镜 开吹眼镜 那天我看到的 然后 我立刻在微博 看到的 不知道是在YuKu 还是在土豆 我应该在YuKu 然后我真的分享了 我六点多分享的影片 到我下午12点起床 起床的时候 那些人已经没有做了 被他屏蔽了 其实阿文 你知不知道微博那些 看完话 微博的屏障 或者关掉你的功能 是有人在后面操作 还是有些电脑系统 真的有真人 计计人 又有真人 因为我试过人人网 上传图片 这样的图片就不算 不可能 现在大陆没有那么厉害 例如你上传一些 维园的烛光蜡的照片 真的会关掉 真的有人 真的有人 有网络警察 是的 你都维稳费这么多 是不是 所以我们 我好像听说 北京那些 有免费的Wi-Fi 例如咖啡店 麦当劳 但北京政府 要求他们 要用几万元 购买一种软件 这种软件 就是用来监察到 你做过什么 然后保持30天的记录 如果这些 这些 饮食机构 他们拒绝 买这个Wi-Fi 的监察软件 他们就会 在他门口洗地 是的 就会停态 所以他们就宁愿 我宁愿不用Wi-Fi 是的 那算了 因为Wi-Fi的IP 他偵測到 就是咖啡厅的责任 他找不到邵士人 他安装了这个软件 就可以记录 每一个MAT address 每一个电脑 就是那个 獨有的身份 就可以追查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 国内科技这么先进 为什么又扣票 火车票实名制 为什么又惹到那些人 去了哪裏 所以这些 就是你应管的 就是不去管 就是不应该做的 就是真的做 那些人就是愤怒 愤怒了 是的 你真的很好笑 你说 实名制有多难啊 要告名单 但其实 其实现在是 有没有公布 告名单都有公布的 其实公布了 但告名单是不齊的 因为有些 真的有些是家属 他说 我都找不到我那个亲人 但你又名单上面有没有 所以他们这些 就在微博上 所以有些就很怪 你说 很感动 微博 帮人尋亲 然后我就在他拖头 照到你 喂 是那辆火车 是炒了 炒了 还需要在微博的沉陈 那些人都在那裏 因为有 我刚刚都回来 之前我都看了最新的消息 去跟进 其实现在说 官方公布了 有39个死者的身份 确认了 官方公布的数字 也是39人 但是 他不知道 在微博上面 或者是官方登记 那些死伤者的家属 不知道是去到 二千多人在那裏 所以 除了 每一个死者 有十个亲人 你买保险 或者做传销 你也有二十几个亲人 其实 都不奇怪 每个人有二十几个亲人 但是 所以现在有问题 我想是有几个问题 第一件事 你本身发生 整件事 撞车的时候 就已经是不可思议 因为全世界的高车 基本上都没有发生过 追尾 后车撞前车 这样撞法 因为很简单 你的高车 这么高速行驶的时候 任何情况之下 他第一首要的话 就是先煞停车 就是小小事 无论大小 因为你这么高速 要保障乘客安全 有什么都好 你第一件事都要煞停车 少至于 例如你在车厂里面 烟雾感应器 那些人很喜欢 内地人 不管这个规定 在厕所吸烟 然后响我烟雾感应器 那也会停车 我试过 没有广告铁 试过 有人在车厂中间 因为很流行 吸烟 着了烟雾感应器 就立刻停 因为他的哲学 哲学成功管理就是 失败安全 任何一个小节 我们不清楚 那个课程 都是要停车的 真的很大件事 很容易做 吃口衣 就停了 很容易弄它 很简单 所以今次为什么会这样 这样 如果你有这么多重的保险 你说到是 很安全 但他也会撞到 回来 这个很明显 会不会是人祸的关系 是 绝对是 好像说 已经道歉 就是搞讯号 他就说 不是因为觉得我错 是真心的 他就说 现在大陆 就有几个版本 一开始就说 司机 没有看灯号 赶了司机 但是司机 听说是无辜的 司机死了 因为这个是自动列车保护 是自动列车保护 即使司机黑眼分 都会自己撒停 所以我之后会说 逻辑 原来系统 也不是自动 是假的 系统是假的 是因为系统的问题 接着他就说司机 是过路 过路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说是第一转车 这个是他 接着又说 我的讯号有问题 红灯 这个更加不可能 因为你雷击的话 击倒了讯号系统 最多是无灯的 无灯 无灯就是会停车的 系统 就会有错灯出现 那个雷很厉害 即是很准 踢中那位 又转了灯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版本 他就说 有一个原因就是 控制中心 他知道这个情况 但是叫司机去决定 这个更加突然 这个系统 不是自动的 这个更加突然的系统 是的 其实高铁的技术 应该不是这么先进 我觉得很多东西 都是作大 那么夸大 他在2007年的时候 因为中国比较起始 起步始 这个ATP的系统 他就说 2007年终于研发到 比世界更加先进 的ATP 我觉得都是夸大 例如他发明了什么 例如他西藏 因为他很难铺 这个讯号系统 他变成是移动式 用GSM的网络 因为你放电纜 会受雷击 因为你放电纜 这个很先进 这个很先进 外国也做不到 我告诉你 很难 但我觉得是假的 你不如用Googleman 实际上 他的假话 实际上 所谓的先进 自动电脑操作 其实全都是人手 是你的意思 其实就是这样 我猜 因为他官方 邀请了一些专家 例如 駕駛停下 司机没有报上去 如果是人手的话 駕駛停在 你会报给控制中心 我停了 控制中心就下红灯 在下一个区间 叫停 是 大陆之前研发了一个系统 那个系统就是 读取交通灯的讯号 要是试过 说司机黑暗 或者怎么样 看不清楚灯号 所以93年就弄了个事件版 200年全面推行 就是这样的 他轮轨博通了 交通灯 他前面穿红灯 他真的会提示司机 有什么孔灯 是否有语音系统 是否有语音系统 如果你不停 他就会逼你 再不停 再不停 他就会拒绝你 是否会拒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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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最后评长 他说有三道 如果我看过 垃圾专家说有三道 第一道就是中心 第二道就是ATP 第三道就是这个系统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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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为什么会对中共 或者香港 去年 会反对高铁 其实 不只是说 应不应该发展这个问题 而是说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他对于这些事情的态度 他纯粹做为一种 政绩很威力 中央台说得很厉害 我们又建了几个高铁 然后炒车说是凍车来的 不是高铁 原本就是在中国自我独立研发出来的系统 炒车就说是跟日本联合技术 是这样的 这个公司在网上 我认为做了一个新闻 说金湖高铁的信路系统 是光纤 是不会受轮击影响的 他自己都帮回自己 就说有些系统就是 今次说是雷击 不是有些系统 我们都是光纤的 不受这件事情 那更糟糕 假设温家宝等那么久才走出来 就是为了计好剧本 才走出来的时候 但他的故事 看来都是要再计算的 因为如果你在说系统 其实你全高铁的网络 都在用同一款系统 那你应该全部都停下 停下 对不对 他要争取 为何要拘捕那些人呢 就是说 因为 第一个方面想救 那你信不信 我就相信 反正我就相信 第二个很重要 就是说 希望要尽快通车 即是很快的 即是翌日都会通车 但是 但如果你说 整个系统都是有问题的 那其实 应该立即停下 我怀疑有没有人买票去乘搭 但又有人买票去乘搭 有 你广深线也有 每天都很多人乘搭 广深线也有很多人乘搭 你现在想选择 你说普通的连车都不行 可能大家抱着 挑衡的心理 就是可能 挑衡的心理 就是你 可能不是我 但是听说 那些飞机票现在都升了很多 就是大家都好像有 因为原本呢 飞机票即是高地压开 就跌了很多 大惡 那些航空公司又大惡 我们要降价和竞争 现在又升了 是吗 是吗 真的无良 现在又升了 是吧 港公司不应该减价 大家安全 来坐飞机 社会主义应该不用扯免 因为铁路是这样 那些航空公司是否国际 如果是国际的话 应该发挥雷锋精神 即是 你现在教我更加减价 我们试试雷锋 首先 我 其实第一个反应 我是不是觉得伤心的 就是你说见到那些人死 当然正常的人 但反过来 当然 我不知道是Mandy 但就算我在香港 我也是看雷锋 雷锋教我们 那我们是一个小螺丝针 那我们是 就是在国家机器里面 一个小螺丝针 那国家搞高铁 那我们是不是要 即是试验吧 是的 要做试验 是不是应该去做 刚刚车不动 应该找人推他去动 是啊 那我们是小螺丝针 我见到那些死冷家属 这么悲愤 我觉得很奇怪 你是为国家犧牲 你是光荣 做小螺丝针 那为什么死了 就是试验品 你应该做 物流 现在变成物流 因为你外国 通常这些是用猴子去试验 我有时看外国的片 猴子现在都不给了 因为问题 因为我们香港 中国没有那么多猴子 但是我们最好的 有13亿人口 高铁好像是有得追尾事验 就是说 司机不在 可以电脑操控 然后两辆车都在追着 好像猴子 我唯一伤心 就是因为 其中一位司机小 那位司机叫一行 那位司机叫本人 那位司机是我爸爸的死党 那位司机叫潘一行 他是一个很好的司机 你跟潘一行有没有 是的 我不知道 然后我说 原来姚实这样说 我就是打了潘一行 原来真的是潘一行 就是那个司机 我看到我真是伤心 我立刻在Facebook 我都换了我 我自己的照片 都表现黑画面 是的 是的 我唯一真的 但是 反过来 我又不是纯粹一种悲哀 我是因为觉得 赞赏他 这些真是烈士 这些真是雷锋 他真是为国家高铁 你想想 大家都是小螺丝钉 无论你是司机乘客 大家都应该为国家做了实验 那你就去开车 去做乘客 也就是试 死了也就是应该 你怎么看 你小时候在大陆 有没有人教你学雷锋吗 有没有教你 你读书的时候 有读 但是 你会不会说 要学雷锋叔叔 去做螺丝钉 年代不同 他那个年代 不是每个年代都会用 无主情话 就是 我们那时候很少 但是 学校会说 会说 但你听完就 听完就算了 就是这个反映了 就是当是什么道德科 那些 但是你听完就算 不是雷锋这个 你会很感动 哎呀雷锋叔叔 不会 那个时候英国人有点傻了 雷锋是一种生命伦理 听说雷锋其实是虚构出来的 我不知道是真的 但是共产党的事情 听说是假的 都没有什么 我估计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人 但是他是不是做了这么多件好事 可能也是假的 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 连一个在内地小时候 读书的人 他都说 你不要说香港要过程教育 国民教育 你内地也不够 照着你内地的事势 何雷锋 你应该 应该懂得 我就是见到一些家属 那样的反应 我就觉得 就是内地的外国教育 真的很失败 尤其是 今次来说 我们经常都认为 内地的媒体被中共或中宣部的监控 不是的 但是我们见到有很多监控失效 或者内地的媒体 走钢线的情况出现 尤其是大家上网可能都看到不同的 上网流传了一个中宣部的指令 不乱想 不做反思 或者说不挖的事件原因 有很多媒体播放更多音乐 就是注意新闻的气氛 但是呢 其他媒体里面 例如 有一条片就是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的24小时的新闻台 那些主播坐在那里 都借顾 虽然没有点名 但都说得很清楚 究竟中国人有没有安全感呢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们可不可以喝一杯安全的牛奶 或者走走到那条天橋 不会倒下来 或者我们的房子 又不会睡一觉 突然之间又倒下了 这是非常清晰和强烈的指红 尤其是今天 今天就是死囊者的头七 昨晚我看到 在网上传出 内地有一个 各个电子媒体 或者网上媒体 和中宣媒有一个 角力在吻行 就是说 现在所有有关于杜料文章 都不准报 内地叫弊稿 就是窗币了稿件 现在就说 内地有很多媒体 又是微博传出 今次的一些传媒工作者 一些新闻工作者 就说不行了 今次大而所在 要反渠台了 所以今天这些稿 能不能播出 是不是和他死过 网上就继续做到的气氛 真的好像共产党 即是快要灭亡 那样 就是和他死过的气氛 我认为还没那么快 赤字罗贝耶核电厂 那件事就是 就是共产政权 隐蔽了那个事实的真相 就是令到他中间和人民 有一个矛盾 有一个矛盾 这个好 就是共产党做法灭亡 我说不知 那些人是烈士 我真的猜他过不了 所以2012年去不了 我真的猜他今年真的会死 第一件事 其实你说什么踩钢线传媒 就是不要说报纸 就是那些主持人 其实每天都在做的 譬如说尤其是珠江台那些 就是 就是说我们话那些人 零食难管的 不是说广东话那些人 零食是什么的 你看什么珠江台 有几个出名的 就是他们说那些 评论的事幣都是很尖銳的 香港人其实是很惭愧的 你想想一下 除了收音机媒体 香港或者有些相似的评论 但是电视上 根本没有了这些评论 他们已经是很尖銳 当然他们尖銳 也有个界线 就是他们批评了一些地方政府 如果你去到中央政府 或一大政策 他们都会 但问题 就是说 起码是那种 就是用一种比较愤怒 厉害的一种的角度去 评论这个事幣 已经是每天都有的了 那你再加上 哇 你这个是一个 这么大的事 就是死这么多人 还有 这件事一定是一个 就是政策问题 比如刚才阿昌都说了 就是 而且不只是说高调 而且很多的 喝牛奶 吃奶粉 所有的东西 都是混在一起说的 另外有个 广东话的主持人 是说 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快 是不是要这么浮夸 这么浮躁 什么都要欠第一 超英港味 这么快 是不是真的这样 那就可以做大什么都做 你这个评论已经不是 就是说一件事故 整个共产党 这十年的一个国策 经常都跟我说 什么大国崛起 是不是我们要做很多事情 是的 他买的那些车 真的是外国车 其中一种 就是新降线的E2系 真的是买的 另一款 就是加拿大隆巴蒂 他才买的 今次可以卖 最少来迪返日本仔 我死了 出来的调查报告 我告诉你 OK 调查报告 不 我觉得他敢这么说 没问题 你真是可以 口眼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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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些破车给我们中国 鬼子洋人 靠害我们中国 日本有发表声明 说会协助中国处理事故 以前我们没有钱 穷的时候 你来我们中国 邮论我们虾巴巴 喂 现在我们有钱 跟你买东西 你弄些这样的破车 让我们死人 喂 喂 反过来 你是可以这样说出来 我会服你 现在不是 你又在那里 嘶嘶嘶嘶嘶 又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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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救人 他不管后面有没有人 即是烧行 想戒开门车 不过戒不开 日本人很厉害 证明他们 现在的问题是 你无论是传媒 或者老百姓 很简单 不用说那么多话 即是 Mandy所说 你拿肚子在车上 老百姓知道什么事 你那种愤怒 我告诉你 肯定 这几年 有一个三十年的大项目 就是长江三峡 听说很大 你信不信 今年肯定又会决题 我说的 我批 我批死了 一定决题 决题 不知又 他不怕 他经常洩洪 他本来说 不知畜牙 又好像马炮 世界第一 你一决题 然后你又排红 那些人分析过了 就说三六大霸 有什么问题 其实就是说 你也是拿老百姓靠海的 如果 你很多洪水来 你又怕 弄烂你的大炮 你就一定排红 下跌老百姓死定 然后 你不够水的时候 你肯定 你又怕 你自己的脖子不够水 你又会 集续水 下跌老百姓 又是没有水用的 这是地区角力 例如 例如 有哪些 城市投资了 那 投资了 我便是带了 我控制了大法 那我不是说 你死定了 如果 你只是来个决题 你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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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死了几万人 又死了几万人 又有几个灾民 你这么惨 我认为他过不了今年 一定死 按照你的浏览 看看是否有这些证据 那些控制是否弱化 大家看到 我们温爺爺 如何称呼他温影帝 当然 因为他高超过演技 但现在发觉 我们在后面的配套 配套不了 每个故事都作不下去 温爺爺说 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赶来演唱 我心病 他将国务院变医院 天天接见外奔 然后我们炒回新华社 那个网站 原来在病床上 温爺爺做了些什么呢 接见外奔 开会 他保病在身 比周总理更厉害 我告诉你 有几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就是 用一个少林传球 跌士巴纳的那位人兄 就是说 我是一个很正常的收车师傅 所以跌士巴纳是很正常的 同一道理 我是国务院总理 我有几个分身 这是第一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就是 其实温爺爺 他是非常高手 其实整段说法 他句句你都说是假的 但有一句话是真的 就是 他们不放我出来 哦 他特意留下一些综绩 或者线索给大家听 是的 我今天跟你说 我病了 我不是像我们平时 在大学走堂 然后要拿医生纸回去 那些医生纸都不拿张 为什么这么把炮 其实就特意告诉他们 他们不放我出来 是的 但是有人不放我出来 我天天在北京工作 我又告诉你们 生病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是有人不放我出来 这个又牵涉到 你不是说 内地的管治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就是说江泽民到底死了未 一时又说他死 一时又说他翻山 这个我觉得不是权斗问题 这个是国民信心问题 突然被人揭发 原来他说ATP没有A字 又是自动的 还崩溃 全部 你全路推广 中国这么多公里的铁路 全部都是废的 是的 好吗 你根本就是整个管治 本身是一个危机 他自己 但坦白说 其实原首 他不应该一出事马上去 因为 其实我觉得 好似今次温爷爷 一出事马上去 如果去又射到几个 因为永远都是你 听指挥 集团 民主大地震也是这样 你来到温爷爷 为了要拍摄镜头 拿个好镜头 温爷爷在卫文 在他的眼里里 说 喂 你考虑没有 快点走 为了拍摄镜头 原本可以做了十个小时 够出来 就因为要拍摄 听指挥 是的 他不去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 而且我见日本天王 刚刚地震了一段时间 日本天王是那两个星期 才会去慰问了伤者 因为你没理由 别人在够阻挤天王 喂 天王你走到去 到底那些人 大陆的思维不是 保护你天王 还是去救灾 就是我说元首是不应该 第一时间去的 一行 大陆的想法不同 第一件事 我遇到不公平次 要党和政府做主 你看他们的环额 所以就要温爷爷第一时间来 就是温爷爷不去 温爷爷不去 就没得平反 也有一个政府政治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地方和中央的关系 不是一时候 所以真的一条边 命令可以推完 永远就是政治的重量 吸引人物 亲自动在你面前 你都不肯听我说 所以你才能动员到 最基层的领导 这个领导 这个当然 归根结底 也是共产党衍生出来 整个官僚文化 如果今次 陰陰陰谋论所说 纯粹为了 后车撞前车 后那辆车 还是延误过 比前车更加慢 所以他要爬头 爬头整件事 这个就是 要人手操作 或者违规 违反指示 原本高铁安全守则 而去做这件事 这个就是 所谓的外行 领导内行 最高的领导 他不是那个系统的专家 也是在高铁 今次的意外发生之前 其实三四月 那些网络的写手很厉害 立即炒回报道 不是说苹果那些报纸 是大公报纸的报道 也有报道过 即是内地的高铁专家 有些当年帮忙建的工程师 就说高铁的问题存在 第一 我去 工程师说 我去提供建议 最后是没有跟着做的 因为有个领导在 外行领导内行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因为高铁 这两年是猛起高铁 这两年是高铁大跃进的时代 这两年是高铁大跃进的时代 这两年是高铁大跃进 跃进到什么地步 就是为了求快 通常要三个程序 首先要设计 然后要轻建 就要再测试 那中国那个 我认为你说 发明中国技术高超的地方 或者是世界秉施的地方 三个步骤是同一时间的 哪设计哪建设计 哪建设计哪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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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股市 有推讯文章 例如说 他们真的没有坎坎 过前面是一些地形 有中空的 他们是即场想的办法 即场起 即场起 不理的 中文人真是很厉害 不用看前面 中文人真是很厉害 你照顾外国的定线是要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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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很多年了 廣心有很多年了 大概是一樣的 有很多年了 其實深圳去廣州的和諧號和諧號一樣 好像不一樣 那個是CRH1型 其中一款車撞到 那個是同一款 都是和諧號 但我猜這次的事故是 順路系統的事 都是同一款順路系統 廣心好像這麼多年都沒有出過的事 幸好 幸好 很多年了 幸好 但我覺得那輛車很穩困 很短 全國最貴 很穩困 很短 去很遠都是幾十元 別人的高鐵都比這輛車便宜 那輛車真的是八十元 那就是 Manny說過 試了這麼多年 已經有這麼多人做好人體實驗了 那你就會有信心 如果剛剛起的那些 你就沒有什麼信心了 請你不去 籌飛機 籌飛機 但廣心線都升級了 即是2007年 第六次大提速 和永溫線都是用同一款順路 我覺得 班次密是因為他的要求 因為他客多 你不密是不行的 其實會不會因為 你客多更壞 你太密 班次追尾更容易 我告訴你 其實會不會因為 其有關 因為 長途和短途的問題 因為那個始終一個小時 一來短途 反而明那班車 有很多香港人搭 香港人的命 比較經歸 沒有關係的 始終你的系統 沒有自動 始終的系統不是自動 始終都是會出事 但是 我猜你 路程短途 應該比較容易控制 我覺得不是 這不是一個技術難題 因為確實方便 本身要兩個小時的車程 縮成一個小時 而且你坐車好像也 價錢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而且很遠的 你深圳去廣州 走很遠 所以那是很多人選擇的 是的 也是很多人選擇 即是說其實 其實以前試過 現在仍然那麼多人坐高鐵 第六次提速的時候 是剪了最後一班廣深圳的普速列車 是的 是沒有人坐的 因為他說不賣飛 廣州到深圳的火車站 他明知是有這班車 他也不賣飛 那架車是裝油件 裝那些卡卡 所以有人特意去拍的 就是說我坐這班車我賣飛 是的 他說其實這班車是不賣飛的 所以是故意消滅那些普速列車 就是你那班 即是動車 高鐵 是的 逼你坐的 我想最後幾分鐘 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一行講到 究竟共產黨過不過到2011 我覺得過不了 這個當然是 我不知道是否Mandy的主觀願望 我們這些人 在香港人 有很多香港人的主觀願望 但是 是否能夠做到 這個當然是現實 這是否一個奇蹟 當然是共產黨倒是一個奇蹟 還是共產黨不倒是一個奇蹟 這是第一個值得討論 好像當年 其實我也有想過 一開始發生整件事的時候 我都會想過 會不會真的一百年 辛亥革命 即是歷史互相呼應 當年都是因為鐵路 因為補路會 所以令到辛亥革命去成功 今年是否有一條鐵路 我們的翁穩線鐵路 令到會有熟死這個革命成功 可能的 可能的 我有些同學 以前很喜歡共產黨 這些黨員的子女 經常都很喜歡共產黨 今次他有朋友在車上 他差一點就跌了下橋 他說如果他早二十分鐘 埋飛他就會跌了下橋 接著他就不斷拆共產黨 不斷發瘋 真的感同身仇 始終要發生到你自己的身上 不是因為有意外 是你怎樣處理意外 你明明沒有死的人 但你大陸那個是這樣的 你說沒有心患跡象 你說沒有心患跡象 即是說那些人死了是正常的 有人生出來奇蹟 即是他是這樣的邏輯 你那些人不憤怒 對的 對的 他那些人指揮 覺得你整輛車都死了 不用救了 所以我們呢 我們的節目會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可能下個星期回來做節目 原來已經不同了 好 今個星期節目時間到了 好 多謝Mandy 第一次來 謝謝大家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